奥特曼都不用打怪兽了 雷欧居然在菜市场卖菜 泰罗奥特曼也在水果店卖西瓜 你一定猜不到 这八个奥特曼退休了之后都在干啥 格力乔带着小赛罗去逛街 他们来到了泰罗的水果店门前 门口还有一只可爱的小蓝猫 泰罗奥特曼说自己的西瓜很甜 问小赛罗要不要尝一尝 然后小赛罗就跟格力乔说 妈妈我想吃这个 好好好 听我说 我不听我不听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不买了 接着小赛罗来到旁边的蔬菜店 他问雷欧为什么也会在这里 雷欧说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怪兽了 感觉很无聊就在村子里卖卖菜 小赛罗表扬了他退休了还这么勤劳真不错 然后他只好去其他地方找好吃的 没想到吧 托雷基亚居然在这里卖奶茶和爆米花 这吃货托雷基亚不会自己都把奶茶喝光了吧 旁边有一只大怪兽在帮忙 格力乔觉得喝奶茶会变得很胖 所以他不肯给小赛罗买 让小赛罗吃点健康的零食 于是他们决定到前面逛一逛看有什么 原来是贝利亚在这卖臭豆腐 旁边还躺着一个怪兽 小赛罗闻到了臭味马上冲了上去 他很好奇问贝利亚这臭豆腐 是不是用怪兽的尾巴做成的 贝利亚却不肯承认 格力乔还是有点担心 觉得贝利亚这家伙肯定没安好心 还是不吃了 免得等下窜息 他们只好开着马车到村庄的另一边看看 听说迪迦和卡蜜拉也在那边 他们来到了一家玩具店门口停车 小赛罗一下车就赶紧冲了进去 他太开心了 加古拉的店铺居然挂满了奥特曼的武器 也不知道他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其他奥特曼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武器都被偷了吧 加古拉问小赛罗喜欢什么随便挑 格力乔骂骂咧咧的说小赛罗家里已经很多玩具了 小赛罗表示自己考试考了一百分 让格力乔奖励自己一个变身器 买到了玩具的小赛罗高兴的像个小孩子 又跳起了奇怪的舞蹈 小赛罗突然想起今天原来是母亲节 他来到了迪迦和卡蜜拉的花店 想要买一束花送给妈妈 格力乔很开心 这是小赛罗第一次送花给妈妈 格力乔忍不住拿出手机自拍发了几张照片给赛罗 小赛罗也表扬了自己和杰德奥特曼一样孝顺 逛了一天肚子都咕咕叫了 格力乔开着摩托车带小赛罗去找吃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摩托车好像有点坏了 他们发现了前面竟然有一个巨大的汉堡包 上面还有一条梯子 格力乔赶紧跑上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原来是杰德奥特曼在这卖汉堡 小赛罗也迫不及待地跟了上来 二话不说马上让杰德奥特曼先来两份 说自己肚子都饿扁了 让杰德赶紧地别磨磨叽叽 没过多久汉堡就做好了 但他们却不开始吃 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321开始 格力乔开始和小赛罗比赛谁先吃完 只见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 好像是三天三夜没吃饭的奥特曼一样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吃东西要慢慢吃才行 好了小伙伴们 下一期再带你们去看看 其他奥特曼的有趣生活吧 拜拜